美國的遠程高超音速武器 LRHW的射程到底多遠 多年來美軍一直不願意公開 但日前美國陸軍官員 罕見地向美國媒體披露 陸機LRHW的射程超過2,775公里 這意味著如果中共入侵台灣 美國從它本土關島發射 LRHW就可以攻擊圍攻台北的中共軍隊 LRHW提供了射程超過2,775公里的能力 一名陸軍發言人說給Breaking Defense記者知道 Breaking Defense是聚焦美國國防戰略 政治和技術的電子雜誌 報導說如果美國的亞洲盟友 允許美國在他們的領土上發動對中共的進攻 這樣從台灣、日本或韓國發動LRHW 可以打擊在中國領土內1,000多英里的目標 更重要的是 LRHW的海軍版本稱為常規即時打擊 可以從潛艇或太平洋任何地方的海上船隻發射 美國陸軍多年來一直保持沉默 不願意說明LRHW的真實射程 這次在被Breaking Defense記者追問多個星期 並在協調高超音速技術項目的各軍總高層商討之後才鬆口 美國國防次長辦公室高超音速技術的主要負責人 麥克爾·維德 這星期初表示 為了確保美國在戰場上的持續優勢 五國大樓推出了高超音速系統的現代化戰略 包括全面的分層擊敗戰略 以對抗中俄高超音速武器